有没有公司看完业绩后 你觉得现在如果要存在货底 等三月的政策明确一点之后 去看股价的走势 你觉得有没有股票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回调的时候这段时间可以买入呢? 我其中一种是比较着力地仍然是介绍的 就是我们上次是否做节目都有个例子股 看三个月围报 我那时候是推介Apple 你见到现在去到现在这一刻 因为其实我们做节目那一刻 其实都不是美股最坏的那时候 就是它有放下来的 就是继续跌下来的 但是我们就即使遇到最困难的时刻 现在就爬上来 那我们会见到其实Apple始终来说 起码你自从我们节目听到那一刻 它都没有一秒力你输过钱的 特别是公布其实有升了 因为我们去介绍的时候 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低位来的 后来是经过了业绩的公布之后 也都很顺势地慢慢地回升上来 那其实你看Apple第四季 就是刚刚最新一季的季度那个业绩 其实来说是真的很难说它不好的 因为我们最主要看到几个重点 第一就是说那个手机的出货量 是非常之强劲的 而且也是近乎完全是不受一些 就是所谓的产业链的所谓的供应链 所喷扰所影响的我们看到 这一个其实也都可以解释 其实你说现在在这些这样的产业链 是有影响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Apple相反来说是更加之有利的 因为我们就是说 通常是供应厂商的人是有一个阻碍的问题的 通常都是供应给一些龙头的所谓公司先的嘛 然后那些是比较二三四线的那些 那到时才算了 所以近乎这些弱势的 是所谓的手机的公司 倒下来说的股价就相对来说跌了 而Apple倒下来说是蒸蒸日上 其实是完全可以用这个供应链 去倒下来说是受惠去解释的 另外最后呢 长话短说一两方面 第一来说这个毛利率是继续扩张的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毛利率里面 总体毛利率是大概四十几个% 那是高于Apple指引 大概一至两个%的指标 那我们看到药光原材料 都是在飞升的情况之下 那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毛利率上升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表现 到最后的最后呢 在手机出货量里面 在大中华就重新是打买了小米 是成为了销售第一的所谓的位置 而且在全球呢 也都重新登上第一的宝座 也都是稍微大幅抛离了 是Samsung大概4%的市占到的百分点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进一步强势 和进一步是市占到扩大的一个势头来的 所以我会觉得 全体的前景都是比较稍微和乐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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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